2024瑞穗香又花路跑比赛要在3月17号登场 除了农会之外呢 也结合了在地的温泉、旅宿、农庄 都全力祭出相关的优惠活动 协助推展瑞穗优质的文旦又农产 进一步行销推广在地的温泉农产观光休闲产业 经过热烈讨论意见交换后 筹备会上承办人员也最后的提点说明 各方也达成最大共识 现在还在报名期间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来 那吸引更多人来我们就要有很多的卖点给大家 所以呢这些卖点就包含刚刚提供的 包含说是一些补给占有的 或者说像是一些有优惠的 瑞穗香融会与台湾文旦策略联盟 办理的2024年全台追花路跑比赛瑞穗场 排定在3月17号登场 除了提前启动今年度文旦又产销工作 包括天城国际温泉酒店 虎爷温泉庄园等在地多家餐旅宿小农等业者 也全力配合寄出相关优惠活动 共同推展瑞穗优质文旦又农产 也进一步的来行销在地的温泉农产观光休闲产业 柚子不是只有在采季的时候 被注意到能够提早让更多人关注这整个生长的过程 然后不管是对食农教育或是在地的特色农作物的干扰 或是触及在地的观光都有相得一张的效果 所以全力支持 当然一定要 追追乡年度农产盛事 地方各界团结一致全力相挺配合 也让农会这一场全台追乡又花路跑活动如虎添翼 我们夜子也相当的热心 也相当热衷我们这个又花追乡的路跑活动 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住宿 包括我们到天河区用餐可以打七折的部分 那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购买的这个优 购买的东西产品优惠的一些措施 我们陆陆续续会公布在我们的报名网站上面 日之上又花路跑比赛 今年迈入第五年 今年首度将路跑动线 移植到瑞穗温泉区 地方观光农产与餐旅宿 业者都热情相挺用心支持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万分感谢 并且也再一次呼吁全台路跑爱好者 以及大众尽快上伊贝特路跑网站报名 一起来路跑追花香 享受瑞穗乡优责的观光旅宿服务 记者是越南瑞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这也是鞋的